这绝对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坏的一个 他就是亮坤 这天 裁缝带着女儿给亮坤做衣服 量尺寸的时候 亮坤见裁缝女儿长得漂亮 顿时时性大发 老裁缝想阻止 他竟然杀了人家 被这么一闹 亮坤没了心情 可他并没有放过裁缝的女儿 而是让人将其迈到很远的地方 亮坤竟然巧合之下成为大哥 他心狠手黑 不讲武德 甚至连他老子都能亲手带走 什么义气有情成性 只会成为亮坤的踏脚石 因为太坏 亮坤刚出门 就被人打了黑枪 重伤的亮坤被送去医院 护士一眼认出亮坤这个大坏蛋 对他理也不理 转身去救其他人 亮坤绝望之际 一个天使一般的女人出现了 他拿出纸巾给亮坤止血 然后也不管了 可就是这张薄薄的纸巾救了亮坤的命 亮坤昏迷前回忆起他的过往 原来亮坤在很小的时候 白一个江湖人称上亿哥的油腻大叔 给忽悠了 亮坤做了上亿哥的小弟 那时的亮坤讲义气 重有情 虽然是出来混的 但从没气压过任何人 在感情这方面 更是单纯的像他妈白纸一样 亮坤喜欢放管小妹黑猫 因为害怕拒绝 所以一直没敢表白 这天晚上 亮坤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背叛 这人正是他大哥上亿 上亿哥让亮坤去打一个该溜子 亮坤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瞧了几下上亿哥嘴中的该溜子 甚至该溜子突然拿出证件 原来他是警察 这一切都是上亿哥的阴谋 为了讨好这人 他故意让亮坤将气打一顿 再转手卖掉亮坤 让他出气 钟情意的亮坤 始终没有出卖上亿哥 为此他还蹲了好几个月 出来后 亮坤通过好友阿威 跟了当地出了名的 一概云天龙哥 龙哥为人好爽 讲义气 和上亿哥一比 亮坤觉得自己很幸运 他为龙哥安前马后 渐渐小有名气 可是好景不长 好友阿威 因为两个女友 得罪了另一个大哥 本来龙哥应该给他出头 可阿威私吞公款 在龙哥这里 也很不受待见 亮坤不能坐视不理 他要救阿威 最终 龙哥被亮坤打动 答应给他200人去救阿威 亮坤担心此行回不来 所以鼓起勇气 向饭管小妹黑猫表白 原来黑猫也忠意亮坤已久 黑猫对亮坤说 会等他回来吃他下的面条 可是亮坤扛着200把刀赶来以后 龙哥答应的200小弟 竟然一个也没来 你见过这样的亮坤吗 因为一句你是我兄弟 他一个人扛着200把刀 冲向对面几十条恶汗 可是亮坤神明相救的兄弟 却在他背后捅了刀子 阿威怂了 他担心报复 为了讨好对方老大 出卖了亮坤 愤怒的亮坤对阿威回刀就砍 可是这一刀始终没能砍下去 对方也没有继续找麻烦 重伤病危的亮坤回到饭馆 因为这里的小妹黑猫 是他活下去的信念 可是刚到饭馆 却看到老大龙哥正在欺负黑猫 亮坤顿时活冒三丈 他抡起酒瓶 将龙哥放倒在地 可是黑猫突然变怜 他并不是亮坤想象中的那般美好 黑猫的一句 我愿意 彻底灭了亮坤最后一丝幻想 龙哥放出狠话 让亮坤无法立足 亮坤为活命逃到日本 在这里 亮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每天努力工作学习 他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有了正经的职业 还如愿以偿地 娶了个和黑猫长得一毛一样的妻子 可是好景不长 龙哥并不打算放过他 他们把亮坤妻子扔进大海 压子欲裂的亮坤 悔恨得无以复加 他发下毒誓 要做最坏的那个 亮坤跳进大海 当他醒来时 竟然飘到了香港 被人救上来以后 亮坤的声音 从此变得沙哑难听 那么亮坤的传奇人生 又是怎样开启的呢 抱歉 他开挂了 前面那个一盖云天的亮坤 完全是假的 这一切 都是亮坤自我感觉良好幻想出来的 其实他是一个天生的坏蛋 他的声音本就沙哑难听 亮坤的第一个大哥上亿哥 其实是个神父 而且还是他老爸 好友阿威是一个歌手 两姐妹本来就是阿威的女友 是亮坤心怀不轨 这种事在江湖上 可是很拉仇恨的 这天晚上 做贼心虚的亮坤 一刀带走好友阿威 阿威倒地 他才发现 好友们是要给他过生日 江湖人最不耻的几件事 亮坤全战了 私吞公款也是他 一盖云天龙哥 将其绑来 要给在座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可就在这一天晚上 亮坤一愿成为人上人 你见过这么坏的人吗 在这之前 亮坤被老大龙哥绑来接受惩罚 可是亮坤反咬龙哥一口 说他干的一切都是龙哥指使的 然后趁机给龙哥推下高楼 一盖云天龙哥 就这么悲催的没了 亮坤还大言不惭地说 他是在清理门户 在座的各位 都被亮坤的狠辣给震到了 非但没有找他麻烦 还让亮坤一步登天 成为老大 亮坤的神父老爸劝他善良 可这会让小弟宰了他 小弟不敢动手 丧心病狂的亮坤 竟然亲自动手 心狠手黑的亮坤 生意越做越大 直到他被人偷袭 住进医院 护士用一块指尖为妻止血 祸害一千年的亮坤 活了 真正发生的 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前面的亮坤一盖云天 简直完美 但那是亮坤自己幻想的 真正的亮坤不择手段 没有下限 也因此亮坤的敌人很多 实力强的更是不少 终于在这天晚上 双方展开火拼 所有人都倒下了 亮坤依然活着 锦上的一名警察 本想拉着亮坤跳楼 可恨的是亮坤刮到树枝 环冲落地 警察却没那么走运 他直直地摔了下去 伸着一辆大货车 撞向亮坤的时候 这祸害脑袋一滴 安然无恙 就在这时 大辆警察来了 可是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给亮坤打开车门 这命大的祸害 真的是简直了 可亮坤并不认识眼前的女人 直到女人摘下墨镜 原来她是裁缝的女儿 曾被亮坤卖到很远的地方 亮坤终于不再走运 女人手起刀落 将其乱枪带走 假如亮坤是一盖云天的那位 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片名 忘叫扎废他人 明天一会儿 这边 就在这边